我為什麼會會去關注卡什米爾 因為卡什米爾是整個的整個的中亞 中亞是中亞是呢 是全球政治的冷冷區域 非常冷的冷區域 在這個地方的就是亞洲路快的中心位置 歐亞的走廊過去的思路 在這塊來講他是冷區域 就是因為他大部分都是內陸國 那在一個海洋文明 他會他會成為一個地球上面的冷區 並不奇怪 因為過去500年海洋文明主導 當海洋文明主導的時候呢 這些內陸國其實就沒有什麼發揮的空間 政治也好經貿也好 其實這些的國家呢都沾不到邊 沒有海洋 跟海連不到一起 這些國家500年都很暗淡 他是地球上面的lost land 失落的空間 這些的失落的空間裡面呢 除了很多人呢 可能中亞的幾個國家的名稱呢 都教不全之外 但是因為有阿富汗 所以阿富汗呢 被看到了 在這地方他除了是一個lost land 這個冷區之外 他也成為因為在這個地方的大部分呢 都是信仰穆斯林 雖然有兩個教派 也有他內部的問題 不過總體來講 這就是一個呢 穆斯林信仰非常強大的區 好那這邊絕大部分呢 都是穆斯林 因為這個原因 那有了有了就是說呢 反美的這種的恐怖主義 也讓了不管是呢 上個世紀的蘇聯 或者說說是 這個這個是世紀的美國 那都出兵阿富汗 也在阿富汗都駭雨而歸 這個冷區域呢 現在因為中國的一帶一路的關係 中國的一帶一路 因為有海路跟陸路兩路 他慢慢的擺脫呢 那種海洋文明的單向式的思考 所以讓這個地球上面的lost land 開始慢慢的在加溫了 所有所有關於呢 關於地緣政治跟地緣戰略的訓練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說 他要有一個歷史的眾生背景 要有一個基本上面呢 你隨時會跳在你腦子裡面的地圖 那個map 那你才能夠呢 開始呢進行了思索跟整理 好那阿富汗的問題 現在8月15號 那個是那個是美國 美國以後呢 可能7月4號的是他的國慶 8月15號可能是他的國殤 是他的國齒日 因為8月15號那天塔利班進到了喀布爾 進到了喀布爾 可是拜登不知道 好那進到喀布爾之後 現在隔了兩個月之後 也沒有什麼人呢 在在討論 在討論阿富汗的情勢了 很少啦 他就開始議題呢 很快被覆蓋 被邊緣化了 我說了 比較稍微有經驗的老練的政治人物 是不會在乎你一些什麼網紅啦 網黑啦 在網路上面啦 在消遣幾句 罵他幾句 他知道 只要我撐住了 過過個十天半個月 新的議題出來 慢慢就蓋過去了 那個議題呢 就就歸黨了 接下去的傷害 只要離選舉還遠 傷害性的都不大 雖然侮辱性很強 好那當阿富汗事件 沉澱下來了之後 中印關係 中印關係呢 就就必須要接近攤牌的時候了 因為 印度在過去英國 英國殖民時代 英國是透過印度呢 去操作中亞的 那英國呢 之所以呢 還能夠深入到阿富汗呢 中間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橋樑 他不只是南亞的 南亞的橋樑 他不只是南亞的制高點 他同時也是南亞的火藥庫 這個叫做卡什米爾 說他是南亞的制高點啊 你像印度跟巴基斯坦 當英國 英國撤走了之後 印度1947年 印巴呢 分治獨立 那英國人走的灰頭土土臉 那印巴分治獨立的時候 那卡什米爾怎麼辦呢 卡什米爾這個地方有很多的土邦 叫做土 土邦啊 這土邦呢 包括像是茶 茶末啊等等 那這種的 這種的 這種的 土邦 在當時呢 英國呢 落下一句話 嗯 那個 他有個 他有個 他叫做 叫叫做呢 叫做呢 蒙巴頓方案 好那這個呢 這個蒙巴頓方案呢 就就是說啊 那 印巴的各自分立 他他是用宗教啊 就就是 如果 你 你是 你是信 伊斯蘭教的穆斯林 那就是巴基斯坦 印度教的 那就 就是印度 可是呢 問題是在印度呢 這個這個區塊裡面來講 還是有很多的穆斯林 還是有很多的佛教徒 好那這些按下不表 印巴呢 就這麼簡單的這樣一個分治了 可是呢 那喀什米爾怎麼辦 喀什米爾 土邦自己去表達 你們覺得你們 你們是信印度教的 那你們就歸屬於印度 那如果你們 你們你們是信 信伊斯蘭教的 是穆斯林 那你們就能歸屬巴基斯坦 可是 哪有哪有這麼這麼簡單呢 事實上呢 喀什米爾區 85% 都是穆斯林 可是呢 印度呢 卻控制了今天的今天的 今天的喀什米爾的三分之二 只有三分之一 是巴基斯坦呢 在掌控 當然從印巴印度的角度來講 哎還有一個阿克塞辛 那個呢 現在是呢 中國戰 可是老實講 倒不是因為說呢 那個是中國中國戰力 而是阿克塞辛 他基本上是一個沒有什麼地方 你要知道喀什米爾 印度跟巴基斯坦所控制之下的喀什米爾 我算一算之後 大概還有一千七八百萬的人口呢 有一千多萬都在硬控的區域 老實講印度控制的這個區域 也是喀什米爾算是比較 比較有人居住的區域 好那 阿克塞辛呢 他其實現在就就是歸屬於西藏 那一塊呢 其實中國也沒有進一步的去擴張 對呢 喀什米爾做其他的身索 阿克塞辛呢 就是屬於中國的 但是中印之間的所有的衝突 最近 2019年 2020年 到現在 第13輪的軍長會談 仍然談不定 你看到的是 印度阿山 好大的狗膽啊 就是不斷的在征兵中印邊界啊 擺出來派無人機 經常派戰機呢 在附近巡邏 偶爾還會偷偷的越界 跟解放軍的對峙 雖然沒有再發生呢 再發生呢 加勒萬河谷的衝突事件 可是印度就擺出一副 就說呢 老子不怕你 我就準備在地方 繼續的跟你槓上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中國在和印度呢 在 在處理中印邊界西段的 不管是班公 班公湖 或者是呢 加勒萬河的河谷的這一帶 就是拉達克地區的 這一帶的邊界 化界的問題的時候 就是邊界到底要如何 避免發生衝突 大家各自後撤 印度不後撤的原因 你認為他真的是 因為在跟中國計較嗎 不 我其實一直認為 印度只是 拿拿中國當個幌子 借著跟跟中國呢 之間呢 在在在整個的 硬控克什米爾 靠近中國邊界的 這個地方 跟中國在在那地方 斤斤計較於 那到底線要怎麼 怎麼畫 大家該怎麼撤 好像是在計較 這件事情 但實際上面來講 他其實就是滿足了莫迪 在2019年 把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 兩個自治區 直接呢 撤銷了他的自治權 變成是中央直轄區 變成中央直轄區之後 然後呢 讓讓印度 師出有名的 派出大量的部隊呢 進駐到這個這個區域 而強化印度呢 對硬控克什米爾地區的 掌控的權力 我認為那才是印度 真正的目的 不要覺得印度阿三就很笨了 他打不過中國 可是他會利用中國 他會利用中國 來強化呢 他對於硬控克什米爾地區 他都已經在制度上面 都已經撤銷了他的自治權 他都已經把硬控克什米爾 變成是中央直轄區 所以我覺得中國在和印度之間呢 在糾纏於邊界的 邊界的這些的 這些的安排的時候 不要忽略這一塊 那不忽略是要怎麼樣呢 就是那就是硬控克什米爾啊 那中國長時間呢 對於這個硬控克什米爾 因為裡面也有三分之一呢 是巴基斯坦掌控 巴基斯坦掌控的這塊比較單純 因為因為裡面幾乎清一色 全都是穆斯林 可是硬控克什米爾地區就很麻煩了 硬控克什米爾地區呢 除了除了除了就是說呢 克什米爾邦呢 跟這個查莫邦 這兩個主要的主要的土邦 其實 印度教的比例都是低的 總體來講呢 硬控克什米爾地區 仍然呢 大概有六成多 都是穆斯林 那真正的印度教的 其實當初之所以會引發 印巴之間的三次的大戰 1947年才剛獨立 1947年底就開始打 打到呢 1948年 然後呢 開始出現了這個所謂的 所剛剛講的這個叫做 叫叫做呢 蒙巴頓方案 但這個蒙巴頓方案出來了之後 因為在克什米爾地區的這些呢 這些呢 土邦的王公們 因為印度控制了很久 英國控制了很久 這些呢 王公們 大部分都是印度教徒 可是硬控克什米爾地區的 一般的老百姓 大部分呢 都是穆斯林 他就形成了 就這個地方呢 土邦的這些的貴族 跟底下的這些的老百姓之間的宗教信仰的背道而馳 這是今天硬控克什米爾地區一直都不平靜的原因 呃 中國這個最近 中國在最近幾年時間呢 在喜馬拉雅山以南大有斬獲 一方面 達賴老了 那達賴也已經說了 就是不會再 再轉世了 達賴老了 整個的西藏的問題呢 他的宗教背景的區域單純化 區域平靜 這其中之一 第二個 因為因為中國的實力強大了 中國甚至於呢 都都派了 就是說呢 探探測隊呢 重新拉著5G的通訊呢 到喜馬拉雅山頂的 去直播 重新測量了喜馬拉雅山的高度 也讓大家呢 在喜馬全世界最高的第三集 看到了中國 在上頭5G直播 那個訊號 對南亞的這些的內陸國 那是非常重要的訊號 抬頭看到呢 地球的第三集 喜馬拉雅山頂上面的紅色的五星期 中國人在上頭 中國人過來了 因此 南亞不管是尼泊爾也好 或者最近的不丹 或者我認為接下去呢 包括呢被印度吞併的襲金 都可能會開始出現一些的骨牌效應 但是另外一個我覺得中國應該關注 中國的關注的角度 起碼應該是一個人道主義的關注 就是印度 印度一直在硬控克什米爾地區呢 進行了血腥的鎮壓 把這些的反抗力量呢 都把它簡化成所謂的恐怖分子 那前幾天的時間 好因為其實也沒有也沒有錢的前幾天 今天才22號嘛 那印度軍隊呢在19日的時候呢 繼續在查默跟克什米爾的這個叫彭奇地區呢 展開軍事行動 有數千名軍人在直升機和無人機的配合之下 對當地啊 當地茂密的山林進行搜索 試圖找到並且殲滅一批武裝分子 這些武裝分子最近連續的 那就說呢 埋伏那突擊印度軍隊 造成九個人死亡 印度媒體說 這是2004年以來 印度軍隊在該地區所遭受的 最嚴重的一次的損失 如果不是像這樣的新聞事件啊 大部分人是看不到呢 克什米爾 頂多零星的 你看到印巴印巴之間呢 在克什米爾的那個就說呢 分分界線印巴的分界線呢 會有一些的軍事行動相互的開火等等 大概就是這樣而已 印度長長時間把克什米爾當作是禁區 外國人是不能去的 觀光客是不能去的 所以外界對克什米爾地區的認識 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認識是非常擔保的 你連新聞都不知道怎麼怎麼發 那可是最近類似這樣的新聞事件出來了 你你知道印度的持續在在那個地方 關起門門來啊 就就是關門打狗啊 那把把這些的把這些的在當地的反印度的 反印度的這些的武裝可能是武裝 反印度的團體 那開始呢開始進行呢 非常血腥的清理跟跟鎮壓 可是外界 在國際媒體 聰而不聞 我是因為很零星的 在在BBC上面呢 竟然看到了一段視頻 是克什米爾的年輕人 他們呢 開開始的製作飾品 在吸引外界的對克什米爾的關注 那些都是反印度的聲音 當今天 全世界 都喜歡對於中國指指點點 講到新疆的時候 到現在 你看你看當 當奧運的聖火在傳遞的時候 在在希臘都會有有這些呢 藏族的團體 就維吾爾的團體在那邊拉布條 然後呢 然後呢 Stop genocide 那 基本上他們都在呢 都在呢 引起國際媒體的注意 進一步的加深國際媒體 對於呢 對於就是說呢 新疆的西藏地區的問題的關注 都扣上一個所謂的genocide 種族種族滅絕的帽子 動不動的去戴呢 中國的問題上面呢 做文章 即使新疆現在 透明度越來越高 我我不敢說呢 那些的 那那些的包括呢 直訊的單位呢 都都是透明的 少不然或許可以看得到 可是基本上面新疆現在 從2014年15年之後 新疆超級平靜 我看到的一些的視頻 新疆人的視頻 我認為他們對現在的生活 平靜 而且越來越富裕的生活 是喜歡的 是滿意的 覺得是好的 那個是維吾爾人 好那 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 我覺得中國應該對於 卡斯米爾地區 在硬控卡斯米爾地區 印度的軍方關起門來 所進行的各種的對卡斯米爾人 的鎮壓 中國應該從一個聯合國常任 理事國的角度 從一個人權理事會的角度 對於 印控卡斯米爾地區呢 所發生的這些的事情 要求印度方面呢 停止 要求印度方面呢 要提出報告 要求印度方面呢 對印控卡斯米爾地區 應該要開門 接受 接受聯合國 接受呢 接受呢 其他的國家派駐觀察團 進來了解情況 因為他的情況 不應該讓卡斯米爾地區 印控卡斯米爾地區 就在2019年 莫迪就直接把他收了 就沒收了他的自治權 當西方國家呢 對於 對於2019年反送中事件 2020年呢 中國 那用 用這種的 就是說呢 附件三的方式 讓國安法適用於香港 西方國家大家踏法 覺得呢 香港的自治權呢 受到了侵害 一國兩制呢 一國兩制呢 就好像呢 就這樣子就被沒收了 西方國家喜歡 因為呢 他們敵視中國 對中國指指點點 可是你像美國 日本 澳洲 這些國家超級不要臉 對印度在做的事情 直接沒收了 沒沒收了呢 卡斯米爾的自治權的問題 從而不聞 那才是真正的沒收啊 徹徹底底的 沒收了一千多萬 卡斯米爾人 他們的自治權 這也是為什麼會有反抗的原因 我估計啦 雖然我說了那個地方 印度把它當作是 當當當作是 twilight zone 就就是 嗯 這當當作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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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夜的禁區 不讓任何人進去 也不接受採訪 所以有關於卡斯米爾的影像 非常少 有關卡斯米爾的報導 視頻非常少 非常非常少 但是當當地的年輕人都開始 向外頭的在呼籲 希望能夠關注的時候 我覺得中國應該要關注這個區塊 因為 他是 他是整個印度高原的制高點 印度那個地方的平均高高度 卡斯米爾平均高度大概在4000公尺以上 他是呢 中亞的走廊 地圖上面看不出來 你要看地形圖才能夠看得出來 他基本上面 因為 因為呢 卡斯米爾的關係 因為呢 巴基斯坦控制的 卡斯米爾的北北邊 使得印度呢 也進不到呢 阿富汗 但是這個區塊呢 就就是南亞要往中亞走 的重要的走廊 好的 卡斯米爾地區的未來 因為在中國的邊境上面 中國一直都沒有把他 當作是所謂的鄰國 換掉中國 並沒有去思考 卡斯米爾未來呢 未來獨立的可能性 可是你現在看到的 卡斯米爾裡面的反抗運動 包括呢 就是阿薩姆邦的反抗運動 那些的反抗運動 都是印度境內呢 非常強烈的分離主義 我 我不是中國應該要像是西方國家一樣 也急著去操作其他國家的分離主義運動 可是中國起碼應該要有一個人道主義的關懷 因為除了中國之外 你不要指望西方國家會對印度指點什麼 因為印度是他們拉攏的對象 他們會默許會默示印度現在呢 在整個 卡斯米爾地區 所進行的各種的 你看不到 但是不人道 的操作的方式 但是就像是我講的 從從 從這個 尼泊爾 布丹 席金 阿薩姆 這些呢 中印之間糾纏了 六七十年的問題 中國應該呢 應該對於 卡斯米爾地區問題 不要著了印度的道 印度表面上呢 在在跟中國糾纏邊界上 上面的 就說呢幾公里的這些呢 這些呢 大家的 大家的 大家的所謂的 所所所所謂的這些 基本上面的分隔 分隔區 表面上是 但是我認為就不是 印度就只是以中國為藉口 讓他派出更多的軍隊 能夠更實質的去掌控的 硬控卡斯米爾地區而已 這個對硬控卡斯米爾地區的 這一千多萬的人 卡斯米爾的人來來講 那真是太殘酷了